台湾是全球第二大螺丝出口国 尤其随着未来汽车产业庞大的市场需求 汽车螺丝成为下一个金砖 而在台湾拥有专门生产微小螺丝 专利螺丝的螺丝业者 早在12年前就开始布局汽车螺丝生产 高雄厂拥有通过TAF认证的实验室 美国厂更获得福特Q1认证 我们独家专访戴宁之籍 首度公开的汽车螺丝生产线 为了增强螺丝兼顾等特性 成型的螺丝还得经过热竹里 潜洗后进入860度C的高温脆火 再将宿火冷却 五条连续热竹里卢 分别负责调职和盛探的任务 而且厂区全面自动化 专业人员借由数字比对精准控管 避免人为疏失 会这么严谨是因为这些螺丝 都将成为汽车零件的其中一员 在汽车领域来讲我们有意识到 也注意到说热处理是一个热处理汽车螺丝 螺帽的一个关键制程 汽车螺丝经过电路之后 因为客户在组装厂组装的时候 它需要去检测这个螺丝的一个摩擦系数 因为你如果摩擦系数不够 或者说超出的话不符合它的规范 都会对组装造成一些问题 所以这一个点事实上是还蛮重要的 经过三温暖的洗礼 接着要测量筋骨 液者引进号称全台唯一的全自动硬度检测机 螺丝的核心硬度 表面硬度和盛探层 还有镜像显微镜 抗拉万能材料试验机 扭力荷重园等设备 就算只有一点点小瑕疵都不能放过 在专精品质的同时 降低排放污水 要从这里占地九千平方公尺的场须做起 生产螺丝会使用大量的水油电来做热处理 业者自主设计了水回岛系统 让水重复使用 水费也减水了一半 我们做一些渠道 我们也做了一些沉淀池 那污水处理机还有 所以我们就是把这水引导之后 把这些水再回到引导 回到我们的潜行曲区 就变成我们只有在损耗 水自然的蒸发 变成水的节省就相当的大 台湾螺丝大厂自1978年成立以来 坚持品质与服务要在第一次就做好 陆续通过各项国际认证 ISO TS16949品质认证 ISO 1400认证 QS9000汽车页品质管理系统认证 美国厂更获得福特Q1品质认证等 从专门生产微小螺丝 专利螺丝当中 累积多年能量 朝向汽车螺丝领域 摆脱鸿海市场 我们觉得说与其转出去去海外去设厂 追求更低廉成本 然后进入之后的鸿海市场 不如说我们就思考一个转型 那以做汽车界为主 因为汽车的一个领域来讲 它的用量相当大 而且它的附加价值比较高 进入鸿海市场不容易 所以我们一直希望说能够摆脱这鸿海市场 而进入一个比较健康的 或者说比较蓝海市场 汽车螺丝 讲究高品质 高精密 极高安全 为了让生产汽车螺丝 能有缜密分工 2016年在高雄成立第二个厂区 占地1万平方公尺 主要生产汽车用螺丝相关产品 厂内拥有70多套生产设备和一间实验室 并通过TAF认证合可 产品也间接提供给国际汽车大厂 包括B&W Ford GM等 台湾的螺丝产业是一个非常 我觉得非常有竞争力的一个地区 就是说全世界没有一个其他国家 很少很少像台湾有那么完整的供应链 然后地理位置又非常地接近 几乎是在钢山跟台南 这个市场太大 是真的做不完 不需要说大家彼此竞争 到说其实到处便宜还是国外客户 应该是磨球是一种合作的一种态度 精力淬炼的螺丝 象征着业者的态度跟信念 王朝庆把多年在欧美管理经验 倒入台湾 再从台湾辐射到亚洲各国 透过这些小小的螺丝 锁紧每一个国家的心 都要觀察